周深说,你知道那种绝望吗? 1月10日,腾讯音乐榜发布了2022年度榜单,周深获得了年度歌手等诸多成绩。 小编不禁想起来了很久之前周深的一些事情,在参加歌手后,接受新闻当事人采访。 周深说,你知道那种绝望吗? 当时唱歌就是我能走的最后一条路,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 我抓住了,然后,啪,失声了。 这种绝望,是在周深由医学院转校音乐学院,然后失声了后的绝望。 所幸,后面他的嗓子好了,嗓子好了以后,在距离上次社交平台互动时隔一年多,周深又一次发声。 他说,我实在太久没唱歌了,但是,梦想这个东西只会被压制,是不会消失的。 所以,我还是喜欢唱歌,这是卡布时期的周深。 很庆幸,周深一直没有放弃梦想,才有了现在的周深。